我覺得應該是 應該是美國沒貨了 所以調到以色列的貨 以色列不是也正要打仗了嗎 因為以色列 他有各式各樣的飛彈系統 他有自己做的 鐵窮啊一大堆啦什麼 什麼 什麼大衛投資系統 一大堆啦一大堆 以色列很多都自製了 那烏克蘭沒有辦法 那 因為 這個烏克蘭跟美國要求的愛國者飛彈要21套 那美國 搞了半天只給了7套 那 最近聽說啦 烏克蘭有一套愛國者飛彈被俄羅斯 完整的偷走了 偷走 就是他那個陣地可能失手啦 就整套飛彈被搬走 所以我認為坦白講愛國者飛彈大概 很快就沒什麼用了 我們買很多欸 因為你的電子 參數會被 就會被發現了 就會被發現 所以 我們的愛國者飛彈會變成廢鐵嗎 就看俄羅斯要不要給 總共大陸 那你覺得不會嗎 我覺得會 我覺得會 事實上我聽說普京訪北京的時候 就拿了一些參數 當做見面 那裡面有包括海馬士 我們也買 也包括 無人機 我們也買了 就那個死神 不是死神 那個彈王道 那 死神好像沒有進入俄羅斯境內 主要是在中東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 愛國者 愛國者 烏克蘭是大量使用 那我相信俄羅斯應該有破解 因為他這麼大量的使用 你被破解的機會就很高嗎 很高對沒有錯 那 這個中國大陸當然會有興趣啊 好不過這件事情代表就是說美國的武器 對坐驚見走了嘛 而且 他做來不及 所以這個也包括他的軍工產能的問題 那他就全世界去調貨 他甚至還考慮到關島的要不要給 後來 後來德國給他一套 你就知道他多嚴重啊 連關島都考慮要給 就這樣 不過最後是從以色列掉這也是蠻 奇怪的因為以色列現在正在 打仗而且正在看來要擴大戰爭嘛 因為現在 嗆說要打 黎巴嫩要把他打回石器時代 會打嗎 不因為 因為俄羅斯有很多飛機啦 無人機嘛 導彈嘛 以色列對手不是這樣啊 所以你說使用到愛國城的頻率 烏克蘭大多啦對不對 這是實在話啦 那 以色列周邊的國家大部分都是用火箭彈嘛 也不需要用到愛國城 火箭彈他是用鐵球嘛對不對 當然也有一些導彈啦 無人機啦 無人機我看用愛國城也不行 對啊 所以 我覺得是不太一樣 俄羅斯有很多都是 飛彈啊 戰鬥機啊之類的 那 而且烏克蘭被炸得很慘 他的電力設施有一半已經被炸了 所以我覺得 美國知道他的問題 烏克蘭事實上不一定是放在軍事基地你知道嗎 他是放在公用設施啊 電廠啊 對那以色列哪有這種問題 以色列基本上 公用設施被打的機率很低啦 他是目前沒有啊 等到他擴大 中東戰爭的時候 這些精良武器不會出現嗎 你也太高估黎巴能真主黨啦 當然不是只有黎巴能真主黨 他的 不因為伊朗距離太遠 飛機飛不到 伊朗距離以色列大概有 將近1000公里 飛不到啦 那黎巴能真主黨 他主要還是 各種火箭檔 那這個跟黎巴能真主黨或者是跟整個黎巴能 會不會真的打起來因為美國大概是非常 擔心這件事情 真的爆發 零星戰鬥不斷 我最近看了那個半島電視台的統計啊 以色列跟黎巴能真主黨 打了7000多次 大部分都是以色列打黎巴能 大部分 因為以色列就是你知道他是 用游擊的打法嘛 所以他就在這裡出現一下在那邊出現一下 那以色列就通通都炸 就是這樣 你只要有打我我就炸 就是歼滅哈馬斯的手法啦 一個都不留 對可是 看起來沒什麼用 因為 黎巴能真主黨要比 哈馬斯要有組織有錢的多 而且他們誇稱人數高達10萬人 他就是軍隊 而且他只屬伊朗 他是非常正規的軍隊 跟哈馬斯不太一樣 所以以色列 為了打黎巴能真主黨他是 調了5萬人到以色列北部 而且他 還認為要有幾千人的死亡 他是有這樣估計的 所以跟 打交叉完全 不一樣 那就是一場真真實實的中東戰爭了 真正的戰爭 那可是 他一直做不到 他就想把 鄭主黨驅離出那個離南地區嘛 可是一直做不到 因為那個地方很亂 那個地方也不是只有真主黨 那個地方還有奇奇怪怪的 各種激進團體啦 哈馬斯也在裡面啦 他只是他非常小 這樣 還有各式各樣的團體啦 那那個地方就有點無政府狀態 就黎巴能 我們說這叫國中之國啦 就黎巴能政府管不到離南啦 就這樣 那那個地方就各種 政治派系都在裡面啦 就這樣 可是他會不會想趁這個機會就 一次清理他 反正我前面 加薩都打成這樣 如果哈馬斯他都不能夠清除 你覺得以色列沒這個實力 不是因為這個地方有點亂啦 就是 不然李加薩為什麼不能清除 因為很多人可能是躲在人群中啊 那你能全殺嗎 一樣的嘛 就離南這邊有當地人 也有巴勒斯坦人 那你要怎樣 你能說他是恐怖分子嗎 都完全一樣 所以你覺得以色列現在沒有決心要打 有他要打 對 美國支持啊 美國支持 美國不是一直在勸阻這件事嗎 沒有啦美國會支持啦 美國會支持 因為黎巴勒斯坦主黨 黎巴勒斯坦主黨是美國 常年 認定的恐怖組織啦 因為拜登是這樣啦 你如果認為你這個時候 要給伊朗一點強硬的教訓 你就會認為該打啦 因為他就直接代表伊朗 事實上伊朗的軍隊 革命衛隊 直接過來打是很少發生的 那他的國防預算 我猜可能有超過10%啦 都花在這裡 所以那個錢事實上是伊朗出的 他每年可以拿到幾億美元 比如說黎巴勒斯坦主黨 都是伊朗給 代理人嘛 對啊還有 武器啊等等 我認為 川普在這個議題會非常強硬 因為他支持以色列本來就很強硬 那共和黨 沒有任何的 不同的聲音 那因為這個地方 記者少 你拍不到殘忍鏡頭 就是 人道問題不會被那麼突顯 對 而且你剛好可以從袈裟脫身 所以到時候你就 我答在這裡大家就忘了袈裟 會忘記 會忘記 而且這個地方 因為比較雜啦 也很少人敢進去啦 就是 他並不像加沙有那個巴勒斯坦的固定的 住宅區啦 阿拉米穎啦 還有大量的聯合國工作者 不是這樣 所以這個地方就會造成很多無辜的死亡 你可以關起門來打 對那邊 那邊聯合國沒什麼駐紮單位啦 但是你要能夠確認他就是控制在這裡 因為這一個 伊朗一旦 這個 參戰或是介入了之後 他的戰事範圍可能會擴大 伊朗 整個地中海 伊朗會不斷的提供資源 但是不會下場 我認為應該不會 他頂多派軍事顧問來 那 他的革命衛隊有好幾個軍事顧問被炸死 已經發生了 那 那 那這個戰爭是要花比較大力氣的 那可是呢他的新聞爭議 不會像加沙這麼嚴重 可是當伊朗假設真的開始在地中海地區 做一些大規模的封鎖 的時候那新聞就大了 那對可是這個搞不好 也是 拜登跟川普樂見 他們希望 他們本來就想修理伊朗 透過這個機會 是啊 讓以色列好好跟伊朗打一仗 我認為美國的鷹派 基本上都覺得該打伊朗 因為他核彈還沒有做出來嘛 那他認為快做出來了 而且越來越接近嘛 我們上次不是說核濃縮到67了嗎 那67離95已經很近了 對不對 所以 而且未來現在跟 那個北朝鮮關係也不太好 你怎麼知道北朝鮮不會再去幫一下 可能會啊 接下來俄羅斯就要出手了 是啊那核彈不就做出來了嗎 所以你去想一想 你如果是美國的 鷹派 你會認為這個時候不打 那未來不是更可怕 以後就更難打了 沒有辦法打啊 可是你現在打的話 俄羅斯一定 應該也會介入啊 都是幕後的啦 那個意義不大 這個 都在可控範圍 對啦都在可控範圍啦 主要是伊朗 俄羅斯不會介入啦 俄羅斯主要是敘利亞啦 不是黎巴嫩 所以要看伊朗的動作 伊朗是一定要救 他一定要救黎巴嫩因為那是他主要的力量 所以美國準備好要 要讓以色列打這一仗嗎 你如果是美國你會不打嗎 你要等他 核彈做出來嗎 所以他最近阻止這件事情的發生只是在演戲 拜登動作很多都假的啦 不要理他啦 又是假的 一定我認為一定打的啦 一定打 然後美國會偷偷的支持 不是偷偷支持 公開的支持 搞不好直接介入 美國直接介入 當然有可能 你說派部隊嗎 當然啊 直接派美軍到以色列 他不一定會打前線 可是會協助你做一些事情 所以他就是真的有準備要打一場新的中東戰爭呢 我認為黎巴嫩 我覺得主要還是伊朗啦 因為他們認為他核武快做出來了 所以 主要還是要控制 伊朗 不要讓他真的 把核武做出來 對